主席各位官员大家好 我想今天本席跟多位委员共同有34位委员提出来有关于诱照法第10条 这样的一个修法主要是基于下列的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原本的条文我们只限定在原住民地区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2012年医院内政部护政司的统计 我们全部的原住民人口52万440人 都会区原住民就高达22万6670人 占原住民组有将近45.33% 所以我们原来的法条把它限定在原住民地区 这其实是不合时宜 因为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已经到都会区来了 那所以如果你用地区来保障原住民幼儿的相关权益 这个其实是会危害到我们现在在都会地区 原住民幼儿他的这个受到教育跟照顾的权利 所以本席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要予以调整 另外一个呢 基于我们尊重原住民民族发展语言跟文化的权利 这种社区互助式的幼儿教保工作 真的不能用地区为唯一的标准 在都会地区的这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们也应该有权利在学龄前开始 他们透过这种社区互助式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机制 让他们就可以保有他们原来的文化跟语言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本席觉得应该要提出来修正 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这个教育部的条文 其实是他的一个前提是说 幼儿园普及前得采社区互助的方式 对幼儿提供教保服务 但是本席认为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不适合用幼儿园普及前 应该要把它修正成就是这个教保资源 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全面的这个实施这个整个 幼托整合之后呢 其实有些地方的这个原来的公立托所 都被迫改制或者是取消 所以呢我们应该保留一个弹性 就是让这些偏远地区 还有就是原住民族呢 他们可以有这个弹性 采互助社区互助的方式 对幼儿提供教保服务 我们界定的原则应该是 教保资源不足的地区 而不是幼儿园普及前 所以本席今天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那主要就是要考量保障到 我们原住民族幼儿的一个受教的权益 那也希望教育部可以支持本席这样的一个提案 那这个提案也获得大概有34位委员共同的支持 所以大家共识其实是蛮高的 希望今天可以顺利通过修法 谢谢